现场最新消息来看到天平台风步步也的逼近这个东台湾 今天台东虽然是出大太阳 毕竟台风已经到了门口 所以这个热气球的活动暂停 但是今天早上还是有很多人扑空扫兴了 连线记者朱寒瑜带我们来关心寒瑜 好的 持续带关心现场最新状况 那么随着天平台风的脚步步步逼近 那么现在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 其实从今天早上开始到下午为止 目前台东地区的天气状况都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不过其实在早上八九点钟之后 那么包括台东所有地区的海边都已经全面拉起封锁线 就是有担心民众或者是游客进到海边区域里面会发生意外 因此从今天早上清晨开始 所有的海巡人员都已经在海边进行全面的清查 就是担心有游客误闯 不过其实从早上开始呢包括在台东一年一次的热气球嘉年滑呢 还是有很多游客涌入 那么因为今天都已经全面停驶活动 所以呢有些游客在抱怨说 哎呦怎么每次来呢都没有办法达到热气球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这一段访问 就是想要来滑草啊热气球啊还有滑翔翼对不对 对 结果呢 结果最多只得玩这个 为什么 因为台风的关系热气球好像取消了 对 常常有点失望 有 很失望 因为没办法玩 刺激的 热气球 热气球 还有滑草 对不对 其他都是客人的只能滑草而已啊 我没想到失望 因为今天没有不能坐啊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听到呢 虽然游客有些怨言呢 不过因为天气的关系 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没有办法 所以呢 刚刚有些游客就说 只好下一次赶在嘉年滑结束之前呢 只好再来一次 不过现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虽然目前台东地区的天气状况都还算是相当的好 但是中央气象局有特别提醒呢 在今天晚上之后 尤其是入夜之后呢 台东地区将会下起大雨 因此提醒各位观众要加强注意小心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虽然看到还是出大太阳 但是热气球的这个活动暂时还是先暂停啊 当然大家扑空会觉得很扫兴 但是毕竟是因为台风已经到了门口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台风最新的预报马上到气象局来听 天明台风在下午两点的位置是在台东的东方 大约320公里的海面上 由于过去太平洋高压对它的导引气流相对比较微弱 所以它过去移动的速度有略为缓慢的现象 那也因此如果它未来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不排除会对台湾地区的影响的时间会略为延后几个小时 那目前它还是持续朝向台湾东半边移动过来 目前台湾东半部海域都已经在警戒范围之内 还包括巴士海峡在内 而这些海域的风浪也已经增强 而天明台风它在慢慢接近过程当中 今天开始东半部地区就会陆续开始出现一些震雨 并且不排除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那随着它慢慢接近的过程当中 整个暴风圈移近的时间可能会延到明天清晨 它就有机会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那未来台风逐渐西行的过程当中 全台湾各地都有机会陆陆续续进入 我们路上警戒的范围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严加的防范 那目前台湾东半部海面 以及恒春半岛都已经有出现两米左右的长浪 而且风浪正在逐渐的增大当中 这一点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 而由于过去根据最新的导引气流的资料 它的导引气流比预期当中还要来的微弱一些 因此它影响我们的时间略为往后延之外 也增加了它在进入台湾到同样地点的时间 所以它到达原本我们预期的地点的时间比预期的晚 再加上它经过台湾陆地以后 在西侧海峡这附近有可能重组 导致于它的移动速度也会变得比较缓慢 那如果说它如我们所预期这样子移动的话 不排除它在经过台湾之后 到达西侧这一带就有机会让布拉万台风逐渐接近它 这也增加了它到达台湾西侧以后 整个移动的变数 好的这个于将军刚刚提到天平台风 还有后来的布拉万 这个布拉万这两个台风 那么天平台风有没有可能受到布拉万的影响 来个什么回马枪那一类的 到目前为止 我刚才讲了从早上八点资料到现在 中间还有1550公里 你只要超过1000公里 大概几率都很少 除非刚才我那个气氧预报员他讲的 当27号的时候 这个布拉万台风就在台湾的东北方 就是台北的东北方 大概350公里处 这时候天平台风还没有散掉 也就是台湾海峡 有那么慢 对台湾海峡 除掉台湾陆地阻挡以后可能会有作用 这种几率来讲 来讲的话可能有 但是不排除 为什么讲不排除 因为天平台风真的移动很慢 但是以目前的资料显示 我个人的这个显示的话 这种几率是比较少的 会有但是不排除 但是除非因为台风在这里 尤其布拉万台风移动速度蛮快的 而且距离很远 距离很远中间的变数很大 第一个它强度会再次增强 二是移动方向也会再改变 所以移动方向改变 以目前的资料显示的话 大概都是从琉球群岛过去 太平洋高压如果退得快的话 很快的就向北走 这种机会就没有 除非太平洋高压在牺牲 牺牲到过来 刚好就在上海附近的话 这个机会就会有 27号了最好不要退要那么久 不过我们就是在于将军的记忆里面 有没有那种很有名的回马枪 然后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的那种 回马枪最有名的就是维恩台风 这维恩台风大家记忆有时 因为预报真的很难预报 这种走向的话预报很难 为什么 第一个它移动速度慢 第二个时间久 第三个拐弯末角 以现在这个天平台风来 只是速度慢 还没有转弯末角 你看这个台风 从8月17号在这里深沉 红色部分深沉 过来慢慢走慢慢走 这里变成台风 这里变成深沉台风 台风以后过来又到海南岛附近 转了一个圈 从台湾海峡马公进来 第一次从东半部西半部地区 登陆的台风就是维恩台风 所有的台风都是从东半部登陆 没有一个台风是从西半部登陆 在穿越以后 真的回马枪再回来 你看再回来 再回来一次又从巴士海峡 再回来一次再转弯过去 所以好几次发布好几次路上台风警报 又解除路上台风警报 又发布路上 这个台风三进三出 三次发路上警报 三次解除警报 又发路上警报 所以这个台风是非常典型的 很奇怪的台风 而且这种台风的话 时间超过了半个月之久 半个月之久 所以做这个台风的时候 真的很难 天气预报来讲 爆台风来讲 这个也真是一个考验 真是一个考验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转弯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头 只有随机慢慢地定 定它的位置 在早期来讲也很难定 为什么呢 早期还没有卫星 还没有雷达 所以对这个预报员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就是伟恩台风 那两个礼拜应该是 于将军被弄到鸡飞狗跳 大概在当办公室住了 快要一个月 没有回家 不过好 虽然说这次天平 跟这个布拉万 不会搞到这个 于将军要半个月不能回家吧 但是呢 好了 说不会有这个回马枪 虽然不排除 但是几率非常的小 但是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布拉万台风 它的这个强度 是在增强当中 有任何的可能性 变成强烈台风吗 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呢 往往到了130度 到125度之间 东京120度 刚好就在黑潮这段 黑潮的话 在这段时间 台风都会增强 而且强度有时候 就到达强烈台风 昨天我为什么特别讲 天平台风也有增强到 可能到强烈台风的下缘 或者中度台风的最上缘 因为就在这个海域 就在这个124度到 125度到130度 中间那个东京 这个海域 昨天到现在 其实到昨天晚上17点 都在东京125度以东的地方 那个天平台风 今天才慢慢稍微偏了 它会到124.5度 其实这个海域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软海域 以目前来讲 为什么它没有增强 我一直强调它不会再增强了 因为在这里呢 用这张图再说明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云 这里有一个低压 昨天就是这个低压 把这些云带过来 把它水气含量有点带过来 虽然现在这个海域 水气含量也多 但是有这个低压存在的话 对它来讲有所伤害 所以它本身来讲 增强的强度 几率不高了 第二个呢 现在是讲天平嘛 天平对 天平的几率不高 但是这个台风呢 布拉湾增强的几率很高 第一个它范围非常的大 经过这个海域的时候 它还会增强 因为它还要经过 这么长途跋涉的海面上 海面上提供非常充沛的雨量 水气跟热量 所以它有增强的几率 成为强烈台风的几率 非常非常高 哇 非常高哦 对 非常高 好 所以刚刚看到的 上面这个东边 上面的这个热带新低气 对于这个天平台风 不会让它增强 但是对于布拉湾台风 有可能产生变成 什么所谓的藤原效应吗 很多人都讲了 藤原效应我特别要讲一下 有很多人可能对藤原效应 有所不了解 这个藤原效应 这张图来看 就是在太平洋上有两个台风 甚至于有三个台风 太平洋上同时最多台风的时候有四个 哇 所以两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单纯的 相对单纯 相对单纯的 就拿两个台风来讲的话 这两个台风 所谓藤原的话 也就是一个日本气氧专家 藤原 它名字叫做藤原 它发现在太平洋上有两个台风 它会有所相隐 相吸引的作用 这个作用呢 也可能是反方向 也可能是顺时针 所以作用就看当时的气肉线 以及它们两个台风的距离 那根据国科会的研究报告呢 这两个台风会产生藤原效应的距离的话 是一千公里以内 一千公里以内 那当然也要看这个台风本身的强 那个半径 所谓台风本身的半径 一个八十公里的台风 跟一个两百公里的台风 就不一样 两个都是两百公里的半径的台风 又不一样了 所以在基本上 以它的中心来分 两个台风的中心来分 在一千公里以上的话 两个牵引作用比较小 一千公里以下的话 牵引作用比较大 越接近越明显 这就是所谓藤原效应 也就是一般讲的 我们讲的两个会牵引 这就是所谓藤原效应 藤原是一个日本人的蹊跷学家 OK 那今天有媒体讲说 现在好像这个台风 好像母鸡带小鸡 一个生成后面 就一坨拉库就要一堆 然后雨量都好多 要没有的话就都没有再生成 是不是就解释去年 好像很多人说 去年没什么台风 今年一大堆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听一下 余将军的解释 马上回来